好 夫人好 这里是 这里是渡君府 也是我们的家 你快放我下来 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就是让他们都知道 你是我的女人 渡君 周大帅那边大发力挺 周小姐闹死闹 回要见您 她死了都与我无关 怎么了 没事 刚才吃鱼的时候 不小心刺到了 这个没有刺 这个也没有 我吃好了 我房间是在楼上吧 我先回去休息了 等等 看你 刚才吃得太急了 多谢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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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姐似乎 比之前跟您更亲近了 亲近 我刚才靠近她的时候 她的睫毛都在动 她分明是在害怕我 或许 是因为多君您的身份 她现在变回了 那个顾家的千金 对打打杀杀的事情 从未有过见闻 自古每人爱英雄 多君您是英雄豪杰 顾小姐一定会 再次爱上您的 萧红叶 我身上闻了她的名字 可是我都想不起来 她是谁 我真的是因为 救她而受的伤吗 以前我那么爱她 可为什么我一靠近她 却害怕得想逃离 多 渡君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了 你我是夫妻 叫我渡君 未免太过生分了 她们都这么叫 你跟她们不一样 你该叫我红叶 就跟你以前一样 抱歉啊 之前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就算你一直想不起来 也都没关系 对了 杜军 对了 杜军 红叶 这么晚了 要不你早点休息吧 你没事吧 任黄啊 荣梦 你醒了 你是谁啊 你认错人了吧 我就要哭吗 孩子 我对不起你和你娘 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我发誓 我一定会借尽所能 和你娘住去 你一定要相信我 小心 你受伤了 一点小伤 我们行军打仗 疼吗 疼 还有点冷 这个天气 睡在地上 确实有点凉 那要不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睡床上 害我们家小企 害顾家的人是你 我竟然看到 是你炸了顾家 走 何之炸药怎么会提前暴炸 根本就是有人在黑之黑 不仅如此 我怀疑当年顾梦 就是被那个人收敛 训练成了刷水 这次使我太心急了 我看你忘了我 又很害怕 别怕 有我在 这是 沙士比亚的 十四号室 是你最喜欢的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是夫妻啊 死人了 我的死人了 走了 有人命好 这地上怎么有血啊 怎么你们都关我叫东啊 岳父大人交代什么了 今天晚上 你来找我 我再告诉你 莫儿 我会好好照顾你 加倍的珍惜 我想了许久 才想到用这样的形式 向你表达我的心意 你的爱 就是我最好的安身样 明白吗 先生 你刚叫我什么 先生 这一次 我好不容易失而复刻 我一定给他足够的尊重和宠爱 你 红叶 你会永远跟我在一起吗 我发誓 我绝不会松开你的手 三 二 一 你这小剑蹄子 我是杀的 安若哥自然就是我的 爹 你我两家的血海 甚至我一刻都不敢忘 你放开我 小红叶 表年杰你杀我满门 我怎么可能敢两天 所以你就背叛我 这辈子 我们就这样了 调令落成 独行怎么了 难道这调令 有什么问题 调令没有问题 我只是怕这次 不会走得那么顺便 你们 我其实对你已经想了许久了 大帅 我有些 天心的话想对你说 住手 你为什么这么多 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丫鬟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 小小 你一定要小心 大帅是死必有蹊跷 走 别管我 阿威阿威阿威 新杀人大帅 将举行大婚 新郎朱子晨 你愿意这位美丽的女士 成为你的妻子吗 你要造反吧 扯平 放开 东俊 你不能冲动行事 金娘古墨 你是否愿意这位男士 成为你的丈夫 这个婚礼 就是逼您现身的陷阱 就算死 我也不能让他一个人 留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我愿意 现在我宣布 听说 这新上任的独军 你心很熟了 我绝不会让你活着抵抗 两年前 顾家一夜之间被全部灭灭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我两家的血海 甚至我一刻都不敢忘 我就是你抱负我姐的狗军 小红叶去死的 我怎么在这儿 我是谁啊 你是我的丫鬟如梦 你失忆了 她为什么这么对待我 我的丫鬟 一点小活你都干不好 接着拖 你这辈子都逃脱不了 为什么就不能放我一个 我还没玩够 我是萧红叶的未婚妻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的丫鬟 双手沾染鲜血的独军大